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非常地新 相比于长春体育馆 整个的场馆也非常地大 但是相对于长春体育馆来说 室内温度要低一些 所以说这对于运动员 在热身的时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天整个全队也是提前15分钟 进入场地进行热身 同时队一也不断地在提醒运动员 包括在比赛进行期间 也希望他们回到替补席后 能做好更好的保暖工作 今天应该说 在经历了上一场比赛 兴许天津之后 整个辽宁队全队的士气 应该说是非常的高涨 尤其是四名归队的国手 经过之前的两场比赛 这样的一个磨合和适应 现在已经逐渐找到了比赛的状态 今天我们看见刚才训练的时候 张振林也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多次原地起跳高高跃起 进行双手和单手的批扣 也希望今天他在现场 能为我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扣篮 应该说今天我们的比赛对手 福建队目前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好 仅排在联盟的倒数第三位 福建队的主教练 也是我们辽宁球迷 非常熟悉的我们的 沈阳老乡崔万军指导 但这个赛季福建队 由于人员有一些调整 主力球员王哲林转会 所以说整个球队的实力有所下降 目前他们的第一得分手 也是对对刚刚加盟球队的外援 这名外援的得分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两场比赛 现在场均得分 可以达到40加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今天盯防这名外援的重任 就落在福格与郭艳伦身上 他们会轮流 对这名外援的进行防守 本场比赛 辽宁队能取胜福建的取胜之时 主要也是控制住福建队的这名外援 我们相信辽宁队整个比赛 应该说准备的也是比较充分 今天我们看到 目前的这个12人大名单方面 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在上一场比赛 在上一场比赛轮休的马壮 包括从明辰 包括周迅诚 这一场比赛加入到了大名单 于泽臣与李小旭等球员 也是这一场比赛轮休 这也是教练组 对于他们进行的体能 出于体能方面的考虑 进行的一个安排 可能以后像这样的轮胸 在以后的比赛的场市中 会成为一个常态 所以说也希望教练组 能给予更多的球员 这样的考察球员的机会 磨合球员的机会 毕竟这个赛季应该说 辽宁队真是兵强马壮 但是现在整个的阵容只差磨合 所以说我们也期待 在常规赛期间 辽宁队能通过继续的磨合 把这个球对大家最好的 这种状态完全调整起来 好的 主持人 现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目前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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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不听见本场比赛的主队 辽宁本高队 有请一号 四号 三号赵继维 四号No.4 Kyle 5号周俊成 七号张春林 八号巴赵 十号丛明晨 十一号刘志轩 十三号郭艾伦 二十一号吴昌泽 二十五号艾瑞克曼兰 五十五号大汉 汉德琪 主教练杨林 助力教练员吴乃群 好的接下来请全体起立 面向国旗 请注目礼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不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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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比赛 马上开锤 聊天的资争 加油 演唱本岛队 聊天队 聊天队 几分 调整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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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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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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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